大家好,我是桃子 欢迎来看我的模拟衍生视频 今天是桃子必备的功能性模组推荐 所有模组的下载地址呢 我会在视频发布后放到我的置顶评论中 到时候欢迎大家去下载自己需要的哦 好啦,言归正传,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想要给大家介绍的 当然是人手一份的MC控制中心啦 它的功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比如可以修改模拟人的年龄、性别、技能、点数等等 还有经常出现在我实况中右上角通知的 谁和谁家里小谁结婚啦 离婚啦、求婚啦、生孩子啦、增龄啦等等 都是MC的功劳 具体它有哪些功能,以及如何使用 小可爱们可以到百度贴吧找到特别详细的教程哦 第二个模组是拍照姿势的替换 大家看到了啊 游戏自带的拍照姿势 有的时候呢,距离忽远忽近 表情也有些夸张 所以我自从玩游戏以来就一直用这位作者的拍照姿势替换模组 有这种单人的 也有双人合照的 不过这位作者的部分作品是需要赞助才能获得的 每个月大概1.5美元 不过它很多免费的作品就已经够用了 所以小可爱们请理性消费哦 第三个模组是CES界面保持不动 这个模组的功能就如其名啦 使用了它就可以让你的模拟人在CES界面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就是这样,非常的冷静与淡定的任你摆布 而不是像这样嘲笑屏幕面前的你 嘿嘿嘿 第四个模组是经椎变小 正常情况下呢 模拟人头上的这个经椎大小是这个样子的 它原始的尺寸呢 总是让我有点害怕 它会掉下来然后砸坏我的这个模拟人 嘿嘿嘿 但是使用了经椎变小模组后呢 头上的这个经椎就会变小如图 这样呢 我就踏实多了 再也不会害怕了 嘿嘿嘿 好了 桃子的必备功能性模组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小可爱们有些帮助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帮桃子点个赞 发个评论和弹幕 谢谢大家啦 好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